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千鋒電視台主持人 羅皇町 今天我們邀請萬番都市下的三位年輕朋友 來這裡替大家記名 這位我比亞正義就是阿中 大家好 我是鄧如宗 這位是論定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非得萬番都市下的貴論定 再來這位是萬番都市下的教職員 廷偉 廷偉給觀眾朋友問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翁廷偉 廷偉 我請教一下 因為這一年我沒有在街頭 途回彼寶寺的時候 有一個年輕人都說台語 在做大陸建國的工作 都沒有意味提借裡面 不知道你們成立這位社會的目的 是要做什麼事情 請你跟觀眾朋友說明 其實這個社會生理 我們這個組織生理到現在還沒有到一年 當初就是我會去想要生理這個社會的原因 就是在網路上我常常聽到說 那個人在說突出突出 電話民眾跟我們示範 但是真的有在用這個 用這個理念去做運動的組織 我自己看得到 我是沒看得到 我自己是沒看得到 所以我才會想要說 要用突出這個理念 還有加上說 因為我們是在說做運動的組織 然後以這兩個角度出發 來去做街頭運動 這樣 你說沒看得到 去做政治建國的工作 我心裡有感到 因為我們在台灣的社會 大家在做社會運動 到最後就是要去參選 你們這個社會有可能會走這條路線 基本上我們的社會是不可能會走你去體制 因為剛才說 我們覺得說建國是所有人的事情 不可能說因為你走你去體制裡面 說要去台北 買起來 買起來 找到就找不到 而且其實很多人 自三一百到現在 也很多人都是因為三一百的事 走你去體制裡面 但是說實在他們的表現 真的是讓他們失望 讓一般的人真的感到失望 所以我都覺得說 我們不可能走你去體制裡面 去 不管是選舉還是怎樣 都不可能 因為真的要選擇這個組織 不然要選擇這個社會 市民體制的位 其實他就是一個體制外的運動方式 對 哇 節目簡單 我們一群年輕人 我在街頭這麼久的時間 看到就是大家 表演之後 就想說我要選擇 要選擇 論壇 我看你那天 和文教長對壞 用我們的武器 你和文教長對壞 這文教長很多人都用法義議員 你可以跟這個規定來 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嗎 一開始 其實我們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 都說台語 一開始在講話 和平常講話 他也說 反正這裡就是不行 不能錄影 不行 我就說 不好意思 請你拿出來就來 他也說 為他講的一句台語 就說 你要說台語 我也和你講台語 這裡就是不行 但是 他跟他講這句 對 接下來 每一個警察 就是我們 其實很感謝 接下來每一個社團 在那個警察局裡面 我們很堅持 就是說 我們堅持在警察局裡面 不是說 條故意要跟警察糟蹋 跟他們亂 因為我們關心的是 我們做一個朋友 阿長在裡面 我不知道他們在裡面 發生什麼事情 我要讓這些警察 有壓力 感覺說 是有人在跟他們定的 這是我們的人 這是我們的人 而且我們有的人 在關心這件事 你不可以跟我們的朋友 怎麼做 所以他一直要跟我們找 就要跟我們定路 跟我們看出去 不過我們 那裡的每一個朋友 都非常堅持 是非常感謝 是我們 那天我有在現場 我就背那個 在那裡做彼龍 你們在外面 他們在給我看 這個中間 那個張奇文 那個 那個中間 那個分教長 他在現場 他說 哇 你們這段少年輕人 這樣很不簡單 涵民樂 你自己學樂 是怎麼不簡單 因為分教長 你剛才都沒有人說 就是說 在雞頭運動 我們要記憶 我們要記憶 就是要有勇氣 有肚子 有理睇 有法律頂俗 就像你是頭髮的 對 我是頭髮的 對 所以說 那天我在那裡 一直聽你說 我都沒有那個 都沒有出現 在你們那邊那裡 其實我都在那裡觀察人 我說這個社團 我都用台語發音 跟警察 再來 也很多 你們的同志 都一直打來 外面那裡 很多觀眾 都一直打來 所以他們的警察 壓力很大 那個時候 就是說阿長在裡面 所以說 我們這個社團 我們就是 以社會運動為主 做建立台灣新國家為主 很久了 是不是這樣 是 是啊 阿長你 參加這個社團多久了 其實我算是 上萬加民燃社團的人 不過 非常不聽 我是 我是米肥最大的 我看最建設的是 我做中華民國人 做到最久了 如果沒有發生 三、八、四、行 我以前 養了三十多年 都知道我自己 是中華民國人 就是說我原地 都要是中國人 所以 其實我心裡 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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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台灣的開競 可以算是最擔當的 一個社團 裡面算是我最擔當的 對 聽人說起來 我是要減少 不過 我們繼續 打招 因為 台灣 沒有建立新國家 就是他們有 這個食品體制 他們所有的規定 在這裏 百收到的 在那裏 我們 如果沒有建立新國家 真的 你們的主題 這次的主題 沒有主題 就沒有影響 我們的主題 去給中華民國 提借給我們百財 百財 我們要去演奧島 實在是 含這個提借在對抗 我知道你們的大頭都很重 因為我自己有感受到 但是 我們台灣人 只有這幾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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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建立自己的國家 沒有 所以說 在這裏 是不是我們的社團 有希望 有更多的年輕人 可以來加進你們 對於這個部分 你們有什麼樣的想法和看法 哪是 哪是 哪是說了這個 因為說實在 今天開始 去了解說 中華民國 它是 什麼樣的東西 啊 加上說 今天剛才有很多 那些全部 在說的 在說的事情 如果來如果讓我們 了解到 讓我自己去了解到 說 原來 我失去的東西有多少 包含說 我自己的武衣 還有我自己的 人動 我自己的 有兩種 會變成說 真的讓人 讓中華民國 騙到說 之前我會覺得 說台語 真的很爽 但是現在 知道了之後 其實我對自己的 作為人動 還是說 對自己的武衣 我會覺得很貴欠 所以我一直想要 把他拿回來 因為我跟我說 那是我原本的東西 我想要用這些東西去生活 對 啊 我也是很希望 說 有更多年輕人 可以 那時候 開始 開除說自己的武衣 因為那武衣 是一個 文化的金 啊 你在金 如果沒有去的時候 你都不是 你都不是那個人 你都不是那個人 對 你都不是那個人 所以我也是很希望說 可以有越來越做的 少年輩 或是說 甚至說 就是 現在在做爸爸媽媽的 都可以跟自己的孩子 說自己的武衣 不一定說是台語 你如果是說 客語 還是說難得意 我剛剛說 要需要跟 我們的孩子 去說這些 這樣怎麼 這樣 怎麼 有可能會有辦法生團 也要繼續下去 對 因為這個議員 市民體制是 全力在搭 我們的武衣 武衣 要送 我們所有的 每一個 會說武衣的人 要把我們的武衣團 下去 這就是現在我們 從欠過來 所以說 在讀書的時候 都說 北京的 我們 回家 我們的 北部 是大人 都要過 跟我們的孩子 說北京的 這是不對的 這個社會 我們要一直下去 到最後 就是說 武衣都不去 大家都說北京的 都 跟這個 市民體制的 教育 在認同他們 我們 臺灣 真的 實在是 越來越 越沒有我們 我們存在的 階段 所以說 在我們建立 新國家的時候 這個武衣 非常重要 不可以 讓市民體制 這樣把我們 手機 我們也是要把手機 拿回來 阿長 你在這個 過程 參與這六個月 幾個月的過程 你有想 有什麼樣的 沒有來感 有什麼樣的 記台 記台喔 說記台 其實我是算 雖然我上班 只是我們 飛騰子 就做進來 不過其實我個人 我覺得 對他們做的 比我更年輕的 朋友 身上 我是合適了很多 東西 上班的一件事 就是說 有一個比我更年輕的人 竟然 願意背我 講台語 還是教我講台語 甚至是教我 什麼 寫台語 這個東西 讓我感覺 它是可以說 我這樣說 它是全地球 對我來說 最重要的朋友 就是這人 對 其實 在這東西 這東西 它看 就是說 對我們台灣 土地建國 台灣主體意識 這個東西 其實我也是對 少年的朋友 生活面上 合適到這麼多 非常好的觀念 這個東西 甚至是 其實我一個人 常常在想 建構的工作 建構的理論 但是我覺得 其實有一個人 在做討論的時候 這個意識 又更嚴重 又更有力 我覺得這是 非常好的一件事 現在 我也有 在一些 土地建國的 這些老朋友 我也有 你給它串連 台灣 絕對不是說 要建國 是你年輕的事 那些 說這些的人 是不是要貼什麼 這件 我們過去做不夠 現在要做來打 也不是這樣 所以說 我希望說 土地建國 可以在我們 爹爹 這幾年的時間 透過我們的努力 透過我們的串連 來做完 讓一些老婆 不要提醒 我年老了 我都會跟他們一句 你們不會憑 書名為何要留 你們憑書名為何要留 你們憑書名為何要留 你就會想說 你留也不在做 如果沒有的話 我相信 這段 我們大家共同要來打 是 是 在年輕朋友裡面 通常我有發言 都說 你們這些老的 都沒有他 都 我們這些年輕人在做 你們老的 都 你把他們叮叮叮叮 還有這種情形 對 其實 我們早日 等到時 比較沒有這個 因為我們早日 就是一年少人 自己找的 所以我們後面 沒有什麼 因為我們有的 可以去請教的 朋友 在這條路上 的傳媒 不過其實 對我們早日 來說 是比較沒有 讀到這個問題 對 所以我們 都市長 就是 最多外力 最多年輕的 屬性 和穿開 今天 很高興 可以邀請你們來這裡 讓大家的朋友 實際 我們有一個社團 這萬官都屬誰 在建國的路上 在我們做的打招 他們的堅持 他們的行動 絕對是 可以說 未來我們期待的少年組織 融合組織 都可以這樣 在這條路裡面 我們 為了 導致建國 我們不怕一切的打招 我們做的來打招 這樣好嗎 好 好 謝謝你們 今天非常 感謝你們 來這裡 阿長 感謝 這個平台 我們可以 大家 來這裡打招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來做的 大家來完成 今天 感謝各位觀眾朋友的生活 我們會繼續打招 在 獨立建國裡面 我們一定堅持 絕對 打招 不提 我們不安心 絕對 眼睛不開 感謝各位 特恐怖 我們在一起 下個月 有些人 對 尤其 做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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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